今天是11月3號 我超級久沒有錄這種就是 對自己拍的影片 然後現在覺得有點 不是很習慣 OK 今天不是一個什麼特別的天 但是某種程度發現很特別的事情 那就是我的頻道已經點閱 總觀看次數破一萬了 對 我很久很久以前就是 看到我的那個觀看次數 往上升的時候 然後就想說 如果哪天我破一萬 我要來錄這個影片 所以這件事情等了很久 然後我是覺得蠻好玩的 然後就想要給大家看一下就是 YouTube的一些統計功能 然後還有就是 到底是什麼影片貢獻的這些東西 OK 然後來試試看這個功能 這個功能只有我以前也 很久以前試過 但是沒有很認真去試這個功能 OK 好 然後我們現在可以看到就是說 這個是 算後台嗎 應該不算吧 不知道怎麼講 OK反正這就是YouTube 它會幫忙做一些 所以就是如果你有一個自己的頻道的話 它會給你一些統計資料 那有的時候去看這些統計資料 其實還蠻好玩的 所以我們可以看到就是說 呃 這個是全部 total的一個觀看時間的table 然後它這個可以切換就是 變成觀看次數 對 其實大家可以看到就是 觀看時間跟觀看次數 不見得有 那麼一定的關係 只能說它有一定 基本上是有一定的關係 但是沒有那麼完全 OK 然後可以看到就是這邊 就是從這邊是 呃第一支影片 開始 然後 我們看到這邊發布了九支影片 兩支影片 它這邊會秀在這個底下 OK 因為那時候去烏克蘭 所以一直撿了一大堆影片 OK 反正總之就是這樣 就一路發影片 然後它這個 每一個 呃等於說每一個 每一天 它觀看次數 它會把它秀在這個上面 OK 那我們可以看到 其實隨著這個 基數增加啦 然後隨著這個 訂閱人數增加 那這個 基本上這個數字 通常是一直會往上升 我覺得這也沒什麼意外的 對 然後現在就是 觀看次數已經破一萬 然後訂閱人數 來到44 對 就是 比我想中多非常多 真是比我想中多 非常非常多 因為我當初錄的時候 就是 錄給家人 跟就是 像 就是給朋友看的 然後 一路錄了這麼久 我也沒有很認真在錄 然後一路錄了這麼久 現在已經做了一年 一年半了 從第一支我看看 4月30號 對現在一年半 多了 然後就 來到一晚 某種程度來講 蠻好玩的 OK 那在這下面 這個基本上 這個時間是可以制定的 那 它可以寫說你要多久 那 那我這個是 用這個制定的時間日期去看 OK 然後 我們來看一下就是 熱門的影片是什麼 這就是 因為我這個時期去選擇 從這個頻道開始 所以 這個熱門影片也會是這個頻道開始的時間 Total 那我們看到 最多人看的是 以時間的最多人看的是 多拍機檔轉機 再來是一個什麼 土耳其外轉 土耳其開箱的東西 再來是土耳其之旅 其實 這幾支影片 是奇異果 這種東西都是 基本上 這種比較紅的影片 都是 因為 大家會有 那個叫什麼 關鍵字搜尋 所以才跑進來的 對 所以YouTube其實關鍵字搜尋 是非常重要的東西 那當然 我沒有在做 這種 有人會說 類似像什麼 引流的人 會去做什麼關鍵字搜尋 特別放一些 下一些關鍵字 那 我其實沒有在管這種東西 那只是就是 後來發現這件事情 然後 還有一個蠻有趣的事情 是 最近這支影片 它其實這支影片我做了非常久 但是 這支影片 之前根本就沒什麼人在看 然後最近不知道為什麼 突然一大堆人看 我們可以看到這個圖 真好玩 你點進去之後 它可以看這張 這個影片PO上來到 現今的所有統計點 它已經拍了330天 然後這個 觀看人 觀看時間是 咻 輸雲小飛車直接飛上來 對 不管是觀看制作 都是觀看時間 其實都是 它都一路從這個 後面這個 9月12號開始飛上來 然後 我覺得這個東西 可能是來自於就是 如果大家有關記 國際新聞就會知道 土耳其最近 它那個 它的那個 土耳其 幣大跌 就是比我那時候去玩 還有跌非常非常多 其實土耳其 幣是一路走來 就是 跌了十幾年 一直跌一直跌 那土耳其它是個 通膨一點高的國家 所以它 幣子跌的快 是蠻正常的 OK 但最近就是暴跌 就是有些 國際事件上暴跌 所以可能是這樣 就是大家很想去 土耳其購物 然後才冒出這個 這件事情 我猜 那直到 你看最近 過去48小時 都還有 就是每一天每一天 都會有幾個人在看 就是 真的蠻有趣 因為這影片非常非常 的陋陋的 如果有興趣大家可以去看 只是 十二分鐘的影片 我那時候馬力狗票的東西 覺得很好玩 然後在土耳其的時候 就是 在那個 旅館 然後就想來做 做一個開箱文 這樣子 所以這個影片 非常非常的 非常非常的 其實還好啦 它有些趣味在 但是某種程式還好 OK 總之就是 呃 這個 東西做這麼久 然後 大家可以看 還是賺不到錢 我覺得蠻合理的 就是 它現在YouTube 其實你要做 收益的 非常非常難 我記得它的規定 好像是說 你一年要接收到 類似 呃 一萬 一萬的點閱率 呃 一萬的那個追 訂閱次數還是多少 反正 非常困難的一個數字 就除非你今天要做 職業的 然後還要 特別再放一些 就是大家會有 興趣的 topic 那不然 基本上是沒有辦法 申請盈利啦 所以這種東西就是 就是這樣 我覺得就是 想做YouTube 是一個 呃 某種程度來想來 又不來賺錢 是個很無聊的事情 對 因為只有非常非常少數人在 賺 然後剩下都是 當然就是 做好玩的 對那 還是蠻開心的 就是可以看到 自己的影片 有這麼多人看過 然後 即使 即使它什麼都不能幹 說實在它什麼都不能幹 然後 然後 也是覺得蠻好玩的 那 之後有空 之後還是會 這平台還是會繼續 然後 呃 最近應該比較會做就是 就是 我前一陣子去東京玩影片 然後都還沒有剪 就是 一直在忙 然後就一直都沒有剪 然後再慢慢把它剪完吧 這樣子 然後 有機會還是想 試一些 就是比較有趣的 一些 呃 影片啦 然後就 期待可以看到 這個影片的來到 OK 就這樣 掰掰